大家好 歡迎大家繼續收看 北亡神州三分鐘國情 我是工研會會長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吳秋北 今集想跟大家講的話題是人大和政協究竟有甚麼不同 人大政協 人大政協 很多不熟悉國情的朋友都會以為人大政協是一個四字的銜頭 其實人大就是人大 政協就是政協 政協的全名就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和人大相對照的就是政協委員 人大和政協一樣都是有全國性和地方的 當中當然以全國政協的級別最高 全國政協和全國人大代表任期都是五年 也都會在北京每年開一次全體的會議 這兩個城市我們就稱之為全國兩會 而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都設有這個常務委員會 而香港的政協常委就有十八局 外界經常對我們國家的政治制度作有意無意的歪曲 這顯示我們的國情教育是非常之重要和必要的 要簡單地概括政協的職能的話 可以用十二字真言來概括 就是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 正如習主席在政協七十周年紀念會議上的講話講到 人民政協在協商中促進廣泛團結 推進多黨合作 實踐人民民主 既秉承歷史傳統 也都是反映時代特徵 充分體現我國社會主義民主 有事多商量 遇事多商量 做事多商量的特點和優勢 能聽意見 感聽意見 特別是勇於接受批評 改進工作 是有信心有力量的表現 發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 要把民主集中制的優勢運用土 發揚權結批評權結的優良傳統 講開言路 集思講益 促進不同思想觀點的充分表達和深入交流 做到互相尊重平等協商而不強加於人 專尊規則有罪協商而不角恕角化 體諒包容真誠協商而不偏激偏執 形成既暢所欲言 各書紀念 由理性有道合法依章的良好協商氛圍 好了 今日的話題就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大家喜歡的請幫我分享出去